晚年多大派对 大家快开玩 天上北地下 逃千奇百怪 东东鞠躬你 你看上面出来 小鸡儿陪我开派对 朋友好多朋友 大家一起来 太爱的悟空龙怪兽 欢迎大舟来 当山巷里打开 晚年多大派对 进了开派 东东鞠躬 最好精彩 今天要运用圆形来做月饼 需要的材料有 土黄色 黑色黏土 压克力颜料 以及水彩笔 来玩黏土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柠檬哥哥 大家好 我是优哥姐姐 今天是谁跟着我们一起来开黏土派对呢 欢迎菲菲 还有菲菲妈妈 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就要做我们在中秋节赏月的时候 会吃的什么东西 月饼 好 所以小朋友赶快拿起你的黏土 跟着我们一起来做月饼 而且是要利用圆形做成月饼 首先我们第一步一样 先帮我们的黏土按摩一下 捏一捏 按摩 捏捏捏捏捏捏捏 菲菲 你知道为什么要帮黏土按摩吗 因为呢 用涩热的地方跑出来 对 الش业的 让里面比较湿的棉土跑出来 讓到時候黏土桿呢 就不會有均裂的現象喔 對 緊接著就是要把它來搓圓囉 好 搓圓 搓圓我記得是Vivi最喜歡的階段 Vivi是很喜歡搓圓 因為比賽開始 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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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基本上我們搓圓之後呢 月餅完成了90%了 真的 我們快完成了 快完成了 但是這樣子還不夠像月餅 顏色不像 因為我們月餅呢 我們都還會塗蛋液對不對 塗了蛋液之後才會拿去烤 所以我們現在要利用我們的 壓克力原料 來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在旁邊 所以我們這邊呢 用壓克力原料來試試看 不是用蛋液喔 對對對 模仿蛋液的顏色 所以它是有一點黃色的 那呢 塗的方法很簡單 隨意的塗 好 優格姐姐先示範一次 好 哇 感覺好像真的在塗蛋液喔 對 那呢 如果要做出漸層的顏色 我們這樣亂塗 其實會更像 像這樣 然後剩下我們 顏料比較少了之後 可以在旁邊也畫一點 像這樣 好 大家來試試看 感覺已經很像了耶 對 優格姐姐 好 屁 試試看 那今天也不要全部塗滿喔 就是上半部的地方 屁 好好玩 它就繞 上面再繞圈圈 繞圈圈 你這邊也要 你這邊也要 對 正上方對不對 沒錯 我們可以隨意的塗 其實顏色會更自然 這樣夠隨意嗎 優格姐姐 你可以也換一個方向 不要同一個方向試試看 上 下 左右 對 快要沒有顏料比較淺色的時候 就可以在下方 對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的月餅還沒有完成 少了什麼呢 黑色的 小小粒的 你們猜猜看 桑桑 芝麻 芝麻 好 我們拿出黑色來做芝麻 那芝麻呢 小小的就可以了 所以呢 捏一點點黏土 在手上像這樣子 我們就把它放上去 我們的月餅上面 好 有沒有 這樣就很像 真的耶 然後多做幾顆 我們一起幫忙 咦 咦 這裡小朋友可以試試看 做一個小小的芝麻 我也好了 那我們拿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月餅 好 用我們壓克力顏料 當蛋液之後 加上了芝麻之後 我們的月餅就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哇 看起來真的好像喔 還有我們下廚重本的 Fifi師傅 蛋液下的十足 哇 感覺裡面有蛋黃 沒錯 好 我們剛剛呢 哥哥姐姐教大家 利用圓形做成 好吃的月餅 現在換小朋友 自己發揮創意的時候囉 圓形還可以做成什麼呢 Fifi 我覺得可以做成毛毛蟲 毛毛蟲 可以用圓形 試試看喔 那現在就請Fifi來教我們 怎麼用圓形來做毛毛蟲吧 先拿出綠色的黏土 好 不需要太多 因為我們需要做五顆就好了 五顆就好了 喔 很多顆很多顆 淋在一起的毛毛蟲對不對 對 所以不一定要綠色對不對 對啊 那我可以用我自己喜歡的顏色囉 那我要先用藍色 那我用淺綠色 把它分成 五個 五等份 你不一定要等份 就是說五份 然後可能 有大有小 對 有大有小這樣 好 我可以做彩色的毛毛蟲嗎 可以啊 可以嗎 太好了 那我要做彩色的毛毛蟲 哇 優哥姐姐 我都抓好了 我黏土的等份了 彩色的 你看 有藍色 黃色 綠色 紅色 Fifi 所以幫我們黏土的按摩完 都是戳圓嗎 對啊 好 謝謝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頭 還有它的身體 身體 身體 跟屁股 全部戳圓對不對 統統戳出來 Fifi 那我可以做六截身體嗎 可以啊 哦 這麼長 這不只五 只可以到六啊 可以 啊 好 那我做第六個 身體黏好了 那接下來呢 Fifi 我們要來做它的觸鬚 觸鬚 那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先拿出自己喜歡顏色的黏度 哦 好 然後呢 然後把它戳長條 哦 戳長條 我來讓它彎一下 哦 還要彎一下 嗯 微笑曲線 然後我們要拿去我們的毛毛床 哦 把它轉過來 我們要把你的這個額頭上 丟 還蠻像小丑的帽子上面那個 真的 哇 綠色的毛毛蟲 很像那個 媽媽洗菜的時候出現的蟲 菜蟲 是綠色的 其實蜜蜜蜜蜜會在做菜蟲 是不是 很可愛耶 那接下來呢 Fifi 我們要來做它的眼睛 好 好 用黑色的 拿出黑色對不對 嗯 把它分成兩短分 好 接下來呢 把它搓圓 對 搓圓 好 小小的 好 我好了 還好囉 我也好囉 那接下來呢 要把它黏在你的觸鬚下面 黏在觸鬚下面的臉上 把它黏在一起 好了 我的眼睛都黏上去了 好 我們毛毛蟲呢 加上眼睛黏上去 就算做完了 但是 檸檬哥哥 我想要讓我的毛毛蟲呢 再加上嘴巴 嘴巴 嗯 因為你們都說它像菜蟲啊 嗯 菜蟲要有嘴巴才可以吃菜啊 好 讓我這邊 檸檬哥哥 毛毛蟲的嘴巴會長什麼樣子 我要用那種很可愛的香腸嘴 然後搓圓 然後大概搓成一個橢圓形 橢圓形 對 然後稍微壓扁 對 用塗工具從中間 切刀 對 好 準備囉 香腸嘴毛毛蟲 黏上去 可以吃菜了 這隻菜蟲好開心喔 好 小朋友呢 如果你毛毛蟲都做好了 我們拿起來給大家看一看 大家看 我們做的毛毛蟲 你們看 優格姊姊做的 是彩色毛毛蟲 抬頭挺胸 有大眼睛 有大眼睛 好多顏色的毛毛蟲 好 來看一下 VIVI的毛毛蟲 它的觸蓄有不同顏色 而且呢 感覺很長的觸蓄 可以接收到很多的訊號喔 真的耶 小朋友 你們的毛毛蟲也做好了嗎 趕快拿起來給我們看一看吧 我們剛剛利用圓形 做成VIVI教我們的毛毛蟲 圓形也可以做成 哥哥姐姐剛剛教大家的月餅 那小朋友可以發揮創意想一想 圓形還可以做成什麼有趣的作品呢 等一下 我們還會做更多的黏土作品 千萬不要走開囉 公平黏土派對好精彩 接下來要做的是烏龜 需要的材料有 各色黏土 黏土工具 牙籤 以及凡事林 好 我們趕快來繼續開黏土派對囉 不過在玩黏土之前 先來介紹一下 歡迎來兩位小朋友加入我們呢 在優格姐姐旁邊的是 君翰 大家好 我是君翰 在檸檬檬哥哥旁邊的是方萱 大家好 我是方萱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動作 很慢的動物 小朋友知道是什麼嗎 烏龜 沒錯 就是烏龜 那首先我們現在來做烏龜 它的龜殼 好 選自己想要的顏色 那我這邊選紫色 方萱是綠色 好 首先呢 我們一樣選好你自己想要的顏色 要先怎麼做 按摩 先幫你的黏土按摩一下 方萱呢 現在想要再做一隻比較小一點的烏龜 很好 捏一捏 捏一捏 按摩呢 是要讓我們黏土裡面 比較濕潤的地方跑出來 沒錯 小朋友如果按摩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把它搓圓 開始 搓 好了嗎 好了 差不多囉 好 那接下來呢 如果都搓完圓 我們把它放在桌子上面 輕輕的用手掌把它壓扁 不要到太扁喔 先來看哥哥一次喔 好 就看先忍住 忍住 因為我看他手已經放在上面了 準備要壓了 等一下 我們輕輕的壓 好 看檸檬哥哥怎麼壓 好 差不多像這樣子 你們覺得像烏龜殼嗎 嗯 還不太像 還不太像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動作就是呢 拿出你手指頭來幫忙 我們在邊緣的地方 輕輕的往下壓 讓它變成像是一個小山丘的感覺 嗯 每一邊都壓一壓 好 小朋友 歡迎你們自己試試看囉 好 先從壓扁開始 好 俊翰先試試看 壓扁 也不要太扁喔 那我們現在呢 換一個另外一個顏色 這個顏色是要做什麼的呢 我們呢 要沿著我們烏龜的殼 繞一圈 喔 要裝飾我們的烏龜殼 那我選黃色 白色 好 那我們捏下一點黏土 不用太多 因為我們等一下把它搓長條 好 其實小朋友可以發現 我們很多種形狀 都是從搓圓開始的 嗯 所以搓圓相當重要 那現在呢把它搓成長條 怎麼搓呢 我們可以放在手上搓 像這樣 前後 前後的搓喔 很長的話 小朋友也可以擺在桌子上搓 會比較方便 好 搓得長長的 那搓長條之後呢 小朋友就可以慢慢的 沿著我們烏龜的殼 繞一圈 像這樣子 方圈跟捐漢動作很快 好 那小朋友們烏龜殼的邊邊 都黏上去了嗎 黏上去了 黏上去了 嗯 居然也黏上去了 那接下來這個裝飾也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再選擇另外一個顏色 看小朋友想用什麼顏色都可以 現在我們繼續來幫他 裝飾我們烏龜殼的上方的地方 好 那上方地方很簡單 我們就搓圓 按摩完之後 搓圓之後 壓扁 好 放到烏龜殼上面裝飾 小朋友趕快來裝飾一下 方圈也裝飾得差不多了 都快要塞滿了 對 好 檸檬哥哥的烏龜殼也裝飾好了 好 現在我們烏龜殼都做好了 現在就要做最主要的 我們烏龜的頭 那現在呢 拿起你自己想要的那個顏色 那檸檬哥哥想要我的烏龜 是皮膚色的 好 那如果你確定好你烏龜頭的量呢 我們就可以捏捏幫他按摩一下 按摩 按摩完之後呢 就像方圈也一樣這邊 我們先把它搓圓囉 搓圓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開始做出一個胖水滴的樣子 水滴怎麼做 我們就是輕輕的 在圓形的這個地方濕立 滾一滾 好 如果做好的話呢 現在我們先幫我們的烏龜 它做它的表情在上面 還有鼻子嘴巴 那我們先搓鼻子出來好了 來 拿出呢 你的牙籤 小朋友在熊牙籤的時候一定要小心喔 我們要用它靜靜的地方 如果在裡面有凡翅靈的話 可以沾一點點 然後呢 我們就看一下 轉一轉 換魚肉 我看看 轉一轉 鼻孔就出來了 就有兩個鼻孔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利用黏土工具 我們在鼻孔的下面畫出一個烏龜的它的表情 它的嘴巴 那看你呢 小烏龜是這樣 還是這樣 哇 小小的 對 那畫過來之後呢 用黏土工具呢 讓它左右左右晃動一下 我們小朋友也一起來 用黏土工具畫上我們烏龜的嘴巴 嗯 我也要我的烏龜笑得很開心 好耶 那現在小朋友問你們呢 我們的烏龜它的臉它笑了什麼呢 眼睛 好 趕快把它加上去吧 眼睛我們就用 白色的黏土做眼白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用黑色的黏土直接黏上去 眼是可以 也是可以的 搓圓 那因為小小的我們可以直接這樣子搓 或者呢 是放在手掌上搓 那做完眼白之後呢 就可以把我們的眼睛加上黑眼珠 看你要什麼樣子的眼神 那又一個姐姐就會把它搓得小小的 嗯 放在我們剛剛捏好的眼白這邊 對 像這樣子 貼在眼白上面 那小朋友你們的烏龜眼睛都完成了嗎 完成了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把烏龜眼睛黏到我們的烏龜頭上 好 這裡 黏上去 懂 好 另外一邊也一樣 好 黏一點白膠之後呢 把我們的眼睛 黏上去 好了 這樣子我們烏龜的眼睛就黏上去了 感覺我的烏龜是一個 很想睡覺的烏龜 好 真的耶 好累啊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準備把我們剛剛 辛苦做的烏龜的頭 黏到我們的身體上 那我們在黏之前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放在桌子上面 輕輕的壓一壓 那小心不要影響到你剛剛辛苦做的嘴巴 鼻子和眼睛喔 這樣子壓是為了可以讓它 可以更好的黏到烏龜殼這邊 然後把它黏起來囉 像哥哥這樣子 黏上去 黏上去 喔 有沒有 這樣子就黏好了 哇 那小朋友也一起來 黏上去 好 這樣子就黏上去了 好 那小朋友都黏好了嗎 好了 喔 好 那現在我們就來做烏龜的四隻腳 很簡單 我們一樣呢拿出 跟它頭一樣的顏色的黏土 如果你決定好你的黏土大小的話 我們就可以 戳出四等份 一樣這麼多的黏土出來 好 把它戳得圓圓的 接著呢 把它戳成長條形 怎麼做長條形呢 就像這樣 前後前後的戳 很簡單 就會變成長條形 嗯 那優格姐姐剩最後一隻腳 我要把它黏上去囉 好 很簡單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像這樣子 把我們的腳 放在我們烏龜的下面 好 這樣四隻都黏好了 好可愛喔 很可愛 那我們腳就把它藏在後面這個地方 要四隻 做好了 烏龜的腳 黏上去 嗯 小朋友黏上去之後可以再微調一下 其實這樣還沒有完成喔 對 還沒完成 我們來找一個地方 對 小朋友可以來想想 我們的烏龜 四隻腳完成了 還剩下什麼呢 有個什麼 烏龜的尾巴 欸 對 烏龜的尾巴 嗯 尾巴 好 那尾巴也很簡單 也是跟我們腳 一樣的黏土顏色 嗯 那我們可以先按摩一下 之後呢 搓圓 那尾巴呢 跟我們四隻腳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四隻腳是什麼型 長條型 長條型 長條型的 嗯 那我們的尾巴呢 要做長水滴 喔 水滴型喔 對 搓搓搓 好 可以一邊搓一邊檢查一下 嗯 那小朋友四隻都黏上去之後呢 我們現在可以把我們的尾巴 黏上去 好 尾巴黏在哪裡呢 在 屁股這裡 尖尖的地方在外面 像這樣子 尾巴在這邊 背後是長這個樣子 尖尖的在外面 好 正面看就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喔 烏龜的尾巴就跑出來了 好 小朋友 你們烏龜尾巴還有四隻腳都黏上去了嗎 黏上去了 現在快要做完了 剩下一個步驟 我們現在就要利用白色的黏土來做烏龜它前面殼的部分 那現在我們一樣抓出一部分白色黏土 那小朋友也一起來把我們烏龜底下的殼捏出來 很簡單搓圓 然後壓得扁扁的一片 像這樣子 扁扁的一片 好像水餃皮喔 真的耶 感覺可以包水餃了 好 那捏好了之後呢 就可以黏到我們烏龜的底下 好 我們試試看喔 哇 好像差不多了 那我就可以把它黏一黏 好 那我也把我的 底部的殼小心的黏上去囉 小心的 好 像這樣 有沒有 那這樣子還沒有結束喔 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要在它的這個底部的殼這邊呢 用黏土工具來刮出幾個紋路 我們試試看 我們可以刮三到四條 小朋友 你們的烏龜都做好了嗎 好了 好 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做的烏龜 哇 我們來看看每一個人的烏龜 長什麼樣子 好可愛喔 有紫色的烏龜 紫烏龜 檸檬哥哥的是紫烏龜 而且是個很慵懶的烏龜 在曬太陽的烏龜對不對 那你的烏龜呢 我的烏龜是很自在的在游泳 哇 好 我們來看一下小朋友們的烏龜 好 看一下君翰的 君翰的烏龜很可愛 正在游泳中 對 那個殼啊 很特別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方萱的 哇 第一隻很可愛的 小海龜 綠色小海龜 嗯 baby 烏龜 這不是 我又變成baby的 他說我又變成baby烏龜了 對啊 如果都做好的話 小朋友 我們可以做像這樣子的應用 可以再黏一個留言夾在上面 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出去了 或者是有什麼事情想要跟爸爸媽媽說 欸 嘟 把留言寫在上面 叮 對 然後又可以看到 欸 是你們做的烏龜 好可愛喔 好可愛 那小朋友你們覺得 今天的烏龜黏土好不好玩 好玩 下一次再跟著哥哥姐姐 一起做更多的黏土作品 黏土派對 下次見 掰掰 可愛的烏龜還記得怎麼做嗎 先做出烏龜的殼 再搓長條 繞在殼的外面 做一個水滴形的頭 搓出鼻孔 畫出嘴巴 做出兩個眼睛 都完成之後 把頭黏在殼上 再做出四肢以及尾巴 黏好後 再做出底部的殼 並畫上紋路 這樣就完成了 下一次要做的是小蜜蜂 小朋友趕快準備好材料 跟著我們一起玩黏土